大家好啊 晚上 21点38分了啊 刚才吃了晚饭 在院里溜了溜弯啊 那个 吃的是 韭菜牛肉馅的包子啊 还吃了点素菜啊 也有这个朋友留言哈 说最近怎么没看见你们家的猫和狗啊 现在这个狗啊 他就在我跟前30厘米的地方 这个沙这个这个这个地毯上的啊 过来 来抱抱 他他不听 是吧 这东西 他毕竟不是人 是吧 人还有自己的 独立意识呢哈 这个今天是519 别舔我 臭狗了 舔我 明天是520 这个520这个日子我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为是台湾 阔湖中华民国 领导人 阔湖 总统 那个 就职典礼的日子 是吧 我是 2006年 从安定门外青年湖搬到了朝阳区望京 搬到望京之后我的手机上就接到了一个短信 应该是群发的 这个 问我安不安 郭 就是这个卫星接收天线 啊 这个 我也我觉得挺好玩的呀 他说有东南和西南两个朝向 东南 主要能收台湾的 西南好像是菲律宾 那我说就东南吧台湾吧 是吧 干这活的在北京啊 都是江苏人 江苏有个县叫四红还是叫四县呀 三点水1234 好像是四县 然后 他们这个县的人就干这活在北京啊 然后我说来装吧 就就装上了 然后装了之后 就零零六年 然后那会儿零六年 然后就开始是揭露啊 这个陈水扁的弊案 是吧 那会儿有揭毙四人组 揭毙四大将 有邱毅 有胡忠信 有李涛 有张有华 虽然过去了15年了啊 我对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当时在这个 台湾的TVBS啊 东森呀 中天呀 啊 这些媒体上边的那个表现呀 印象很深刻啊 当然 最近又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陈水扁不听大陆的话 想搞台独 所以他这个贪腐 在瑞士银行里边存了好多钱 这个腐败是大陆 是总政系统的 情报部门 总政联络部 具体的掌舵人 就是那个叶选宁吧 就是有一个胳背 原来在工厂 出了点事故 有一个胳背有毛病 所谓的独臂将军 他是个少将 就是总政联络部的部长 叶选宁组织人 把这个料挖出来之后 提供给台湾的 当然是邱毅他们是比较亲大陆的 他们是 他们在政治光谱上是蓝色 泛蓝联盟 是国民党啊 新党啊 亲民党啊 这么一批人啊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你中国大陆的人 你看台湾的电视 就是说这个 揭露总统 相当于我们这揭露总书记 啊国家主席的这个政治局常委 郑国籍的贪污腐败 在电视台 这不可想象啊 是吧 包括一开始 我看 他们经常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 一开始我也多多少少有点不适用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小的时候我我不是说吗 我爸 就从单位唯一的啊 占一点便宜 就是拿参考消息回来 那么就是台湾台湾啊什么蒋介石匪帮之类的 是吧台湾当局 所以他说中华民国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别扭 但是 时间不长吧两三天我就适用了 因为毕竟 我1989年在康师傅 康师傅集团的那个顶好清香油的油厂 当这个报官员兼推销员 1991年在火鸟色拉油 又是台湾人的公司 两家台湾人公司 所以我跟台湾人是有接触的 是吧 其中我们的有一个李总台湾人 他就说过 他说我是外国人 他祖籍是福建泉州的 他台湾人 他说我是外国人啊 还有一个财务部经理一个姓陈的 他就坚持比较公开的表达过台独的立场 后来大陆就不给他签发那个台胞证 所以到了期限之后 他只能回台湾了 等于把这工作就丢了啊 那李总呢比较狡猾 他说了这么一次 之后 然后他有多次说北京是我的地儿故乡 是吧 你看那个挺民进党的那个 叫许文龙的吧 是吧那个南台湾的那个 大老板不也是在大陆投资吗 是不是 那会儿北京管的松 我们那小区有1295户 大概装那小锅的我目测了一下 就得有个三四十户 就不算少了 是吧就2%到3%的人在装这个东西在看 啊 然后那个警察什么的啊 从来没管过我们 我们就随便看呗 就看我差不多天天看啊 本来我从小就对政治啊 就对公共议题啊 对很多社会的公平啊 很多社会热点呀 贪污啊腐败呀 我对很多东西包括 从小的历史地理 军事政治我就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天天看那节目 乐此不疲 尤其那会儿 他们揭露陈水扁 揭露陈水扁的老婆吴淑珍 啊台湾人叫吴淑珍啊 他的女儿 陈姓鱼女婿赵建明 儿子陈志忠 儿媳妇黄瑞靖 然后还有这个 吴淑珍的 哥哥吧 陈水扁的大舅哥 他的亲家 反正就是 一大堆啊 还有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医院的人 还有什么搜购李眷案 远东集团 徐旭东 啊包括什么台湾的银行并购 里边可能产生的那些黑幕 啊那些这个黑金政治等等等等 包括李登辉 啊泛蓝泛绿啊 是吧挑阿咖 装脚 大党小党大蓝小蓝大绿小绿 架杠蓝架杠绿是吧正港蓝正港绿 正港就是正宗是吧 所以我也学了好多东西啊天天在那看 后来到了2008年啊 是吧有很多人叫马迷 迷马英九 甚至投民进党票的尤其是 啊中老年妇女哎都喜欢马英九长得漂亮啊 哎所以马英九又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正纲 正好陈水扁又贪污 哎马英九当选了 我还记得 就就职典礼还是开票啊 可能是开票那天吧 完了那个应该是三月份开票 啊我还把一个大学老师 就是他 请我到他们的大学还做过两三次讲座 我给你老师也请到我们家来 然后我说咱们一块看台湾那个开票吧 哎呀看着看着 这个 我的眼泪呀 刷刷的流啊 真的是热泪盈眶 特别的激动 情不自禁的 情难自己的 台湾五十年代台湾五十年代就已经开放了县市长 县长市长这一级的直选 五十年代台北市的市长 就是非国民党籍的 好像叫高玉树吧 啊 还有早期的一些 非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呀 什么国大呀 国大代表啊 是吧 台湾的政治人物 差不多 我都能说得上来 真的 台湾的各党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都能说得上来 我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 也特别的感兴趣 啊 我们家也有亲属原来是国军的情报人员 中校啊 后来也跑到台湾去了 最后 以这个96岁高龄 死在了美国的 去世吧 说死有点难听啊 这个反正是高寿96岁美国芝加哥啊 所以刚才我在院里边 啊 跟我爱人我们俩六弯 519519 是吧 明天是520 我这有时候一六弯 啊 有时候稍微的一活动 脑子里边就有一个主题 是吧 对于我来说这个 话题 聊天 比如说这个节目 这个选材 这真不是困难的 我听有的人说说一天做俩节目 还挺费劲 哎呀 是吧 这对我来说这真不叫事 是吧 我发愁的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 然后还得睡觉 还得吃饭 还得上厕所啊 哎呀 说实话还得干家务啊 还得种树 椒花 椒树 还有猫了狗了 是吧 除此之外要不是有这些事 我一天做50个节目也能做 真的 我对这个表达 自由的表达 言论的自由 是吧 这个各书己见 有特别大的兴趣 真的 在这方面我的乐趣 绝对是 呵呵呵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